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0月29日来到纽约布鲁克林区,临京市郡高级法院门口。 现在早晨10点过,纽约各社区群众及各桥社正在举行示威游行。 抗议2019年1月15日,纽约布鲁克林区海港城白人男子垂杀三华人命案,凶手借精神病脱罪。 今天周一原本也是海港城垂杀三华裔命案,被延迟后再次开庭的日子。 寻求正义的华人群众到法院门口却得知,法官又将庭审延迟到明年,即2022年1月7月。 今日也是华人社区为抗议垂杀案草算审判的,进行了第四次街头示威游行。 垂杀案 三个华人给人家垂杀了,搞了两年啊,结果就是讲他是神经病啊。 你家属的意见都不用问,就开启出来,许定是神经病啊。 因为是完全对我们亚洲人不专准的,对不对? 对! 国家垂杀案 亚洲人不专 lik的善之力 vみ砍 History 5-4 justice 5-4 justice All lives matter All lives matter All lives matter We want justice We want justice All lives matter It is life matters We need justice 三人话他与情境病做一个结论 他歧视一个黑箱走烟 DA所做的一切是藐视我们的法治 藐视这三条雷命 我们在8月4号5号在法庭的时候 我们听他专业医生变化的来评述 他有情境病 但是我们查到DA里面在法庭上的一个报告 他一天从两年前到现在都是讲大话 他所做的呼吁我们法治 呼吁我们那个伤害家庭 现在我们发觉到这样的事情 已经警团要控告DA帮助市政府 受害者家庭 我们岳路师先讲讲 我和DA还有扣案件推到1272的一个过程 今天非常高兴看到这么多乡亲来支持我们 今天发生了很多事情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拿到了医师对于被告方的一个检测的一个医学的报告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和这个遇难者的家属一起坐下来一起看这份报告 那我跟检察官也说了 一旦我们看完这个报告以后 我们一定会跟这个地区检察官的头坐下来 我们一起来聊 他说即使我们在庭审的过程当中 即使他说到他有精神方面的问题 在这个庭审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把它明确的展示出来 而且一定要是我们在看过这个报告之后 我们要去认同的 好 他说我们一定会跟家属坐下来 跟地区检察官一定要坐下来 我们一定要大量的去沟通 大量的去会面 然后呢 讲到的这一位谋杀犯 我们的律师讲 至少会在狱中待30到40年才有可能出来 他说我们的法官会裁决 这一位善人犯到底对我们的社会 对我们的社区会不会带来进一步的伤害 那他说到 就是我们的被告方的律师说是没有问题 但是很显然他已经杀了三个人 那当然是非常非常危险 但是既然他是被告方的律师 他一定会这样说 一定会为被告方去开脱 那就是他律师的责任 我们一定会为大家保证一件事情 就是杀人凶手 绝对不会就如此轻易的脱罪 我们一定会把他送进我们的精神病院 送到他该去的地方 好 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遇难者的家属判探 OK 谢谢 谢谢律师 各位亲友 各位同胞 各位关注海坎城锤杀罚人案的朋友们 感谢你们在这不太平的世道里 为我们纳行 2019年1月15日 宣守马图陆维奇 用一把锤子击杀了我们亲人 击碎了我们三个家庭 他当时就明次告诉现场的目击者 他是冲着中国人去的 与其他人无关 案发后 我们相当一算时间都是沉默的 一方面是沉淀在巨大的悲痛里 一方面是相信天理焦焦 相信司法有基本的底线 如实的恶行怎么能好扣得了制裁 案发后 宣守的母亲 查尔无私第一时间站出来在媒体上宣布 他的儿子是一个精神病 儿子是突然不知道怎么就变成的精神病 案发后 宣守一方面辩护团队 病情的精神科医生迅速为麻图诺维奇做了精神鉴定 医生依据他母亲的证实 认定了他并没有任何嘱咒歧视和仇恨 证明了他真的只是分了 宣守的妈妈为自己的儿子练故 我们都可以理解 一个母亲当然会为自己的儿子练故 尽管他和他的家人自始至终 没有对我们说过一句抱歉 自始至终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恰恶 至于马尔徒维奇 是不是精神病 他的精神不正常到什么程度 我们一直相信 会有符合科学与司法程序的论断 但是我们往往没有想到的是 本来应该代表人民一方的检控官 并没有站在人民这一边 本应该想方奢华的去案件进行深入的调查 去调查和调取宣守个人物品和电脑资料 调查被选手自己删掉的社交媒体记录 寻找自己可存在他的仇恨犯罪动机 或者虚偶杀人的证明 这本是检控官职责应尽之事 但他们几乎什么都没有做 我想接下来我要报告的是 到了检控官门口再说 因为我有好多话要质问我们的检控官 现在场地呢我们要移到 BA办公室那边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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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